本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前夕 美国国务院高官就职后首次出访 选择日本和韩国 美日印澳也举行了视频峰会 有分析认为美方此举意在拉拢盟友 以便在此次战略对话中 以所谓优势地位面对中国 对此崔天凯表示 美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活动 不要以第三国为目标 不应损害第三国利益 国家之间总是会有一些问题 需要谈 需要沟通 我认为该跟哪个国家谈 就跟哪个国家谈 该谈什么问题就谈什么问题 当然美国和其他国家 他们要发展他们的双边关系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只是希望任何这种双边的活动 不要以第三国为目标 不要损害第三国的利益 可能有的人认为 在跟中方见面之前 先找一些别的国家谈一谈 发点声音 照点声势 我觉得其实这个做法没太大必要 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 结果有的人一个人走夜路 会唱歌给自己壮胆 其实没有多大用处 有什么问题要跟中方谈 今晚可以面对面的谈开来谈 而且即使美国的一些盟国 我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包括美国的一些盟国 它在亚洲的盟国在内 其实内心都有几个大的问号 一个就是美国 能不能在国际事务当中 真正扮演一个负责任的 利益攸关方的角色 第二个问题呢 美国是不是真正准备 回到多边合作 并且为多边合作 做出应有的贡献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美国是不是真正准备 对其他国家的利益 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并且倾听其他国家的声音 我认为这些问题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 包括美国的盟国 心里都是存在的 只不过有的国家 不公开说而已 希望美方能够 明白大家的心里的关切 16号美国国务院宣布 由于香港问题 对中方的24位官员 进行了制裁 在之前的访日行程当中 美国的高官也多次发表了一些 对中国比较消极的言论 甚至是批评 有分析认为 这些美方的行动 会影响这次中美之间会谈的氛围 中方因此会降低自己的期待 对此 崔天凯指出 其实美方做这种 损害中方主权 损害双边关系的事情 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的立场很清楚 我们是坚决反对 并且会采取必要的反制行动 这次也不例外 我们也会在这次会谈当中 清楚地表达我们的立场 我们不会为了 营造某种所谓的氛围 在这些问题上 做出妥协和让步 不会的 其实我们已经采取一些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 我们认为有必要的 我们还会采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